有声小说连载我怎么当上了皇帝第111到120章,第111章如果我是皇帝,走了,看到赵黎消失的背影,经兽老者脸色极其难看,但还没等他说话,李峰金龙剑一转,指在他脸上,一股如山河乾坤般的权益笼罩过来,让人心生恐惧,经兽老者咬着牙,眼周转了几圈,终究还是抱头,跪下,趴在地上, 嘿,原家的人是吧,看来又可以多额十万斤了,行老道身形一闪,出现在老者身旁,几根银针刷刷刷的刺处,瞬间插在老真脑的几个重要学窍,走吧,别想乱动,死了可不管我是,行老道一脚踢在经兽老者身上,冷冷笑道,经兽老者无可奈何,只能满面屈辱地站了起来,被行老道提着奔向大牢,你回去睡吧,路前转头望向神子霜, 挥了挥手,好吧,神子霜吐了吐舌头,转身便走,随后路前转头,向左席恭敬一拜,今晚多谢左前辈了,左前辈明天便可以过来传授鹰落三人武功,恩,老夫知道了左席神似复杂的点点头,又朝李峰微微汗手,这才飘然远去,等人走之后,路前朝李峰拱拱拱手,便领着李峰走向密室, 李峰一度的疑问,但路上并没有开口,等进了密室,他才皱眉道,路前,你没吃亏吧,老夫收到赵黎和原家人一起出现的消息,立刻赶了过来,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让你跟他打了起来,嗨嗨,没事,我受了一点小伤,他吃了一个大亏,路前轻咳一声,转头吐出一口血沫, 刚才那一声巨吼,是纯粹靠气流音量进行攻击,并不是真正的音波弓,并且一直吸气,对肺腑造成极大的负荷,压力,不过能削赵黎一片头发,让他出尽仇相,受点轻伤又算得了什么,究竟发生什么事,你又是怎么出言不逊,侮辱了青州王,还有王妃,李峰稍稍放心,赵梅问道,幸亏他带来了金龙剑,不然今晚真的很难收场, 事情是这样的,路前一边运功疗伤,一边简单的说了事情的经过,当然,左席的身份也没有隐瞒,听完之后,李峰神色无比复杂,悠悠看着路前,惊叹道,路前,你还真叫老夫刮目相看,居然被你找到三个天通之体,还刨出了一个三百年前的沧海派掌门,随即他话锋一转,不过也好,老夫郡里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有人能传授教导你, 老夫也放下了,但你这得罪青州王,青州王妃是出于什么考虑,这青州王乃是王爷,陛下的兄弟,现在路前彻底得罪到死,就连李峰也感到有些棘手,但路前向来有分寸,形势进退有度,心机过人,这应该有他的考量,我是想把事情闹大,路前目中闪过一抹金光, 肃然道,闹大,李峰眉头一皱,面露不解,这闹大有什么好处,再大的好处,比起得罪青州王,也是得不偿事,路前运功完毕,脸色稍稍红润,青土一口浊气,道,今日之事,导火索是元九,元九当街行凶商人,原家请来青州王世子,空口白牙, 一是压人,要我放人,此事不出青州还好,一出青州,说到这,李峰双目骤然大量,继续说,路前冷笑道,元九在京城里翻了事,被施了解刑,便来青州,但仍骄横跋扈,不知悔改,元家更是纵容溺爱,竟然请来青州王世子,直接来镇斧司捞人,这是传道京城,够朝堂之上文武重臣,争上十天半个月了, 元九的后台是长公主,现在,元家能请来赵黎,说明元家跟青州王关系密切,这么一来不就等于长公主,跟青州王关系密切,一个是地方王爷,一个是宫中长公主,二这实力惊人,强强联手,是想要干什么,最重要的是,元家竟然将元九放出来,继续祸害百姓,这不是不将陛下放在眼里吗,李峰目光锐利如鹰,你说的不错, 陛下下旨将元九贬回青州,明令禁足,元家却将元九放出来,这是一罪,青州王世子来镇斧司捞人,这是二罪,灭视陛下的大罪,这条罪名虽然没有写在法令上,但事情一传开,有心人在朝堂上这么一说, 自然会有人觉得元家是仗着长公主和青州王,能本不将陛下放在眼里,这是妥妥的死罪,龙颜震怒之下,元家长公主,青州王估计都会受到不同的惩罚,不过陛下心胸宽广,气魄其大,会将这等小事放在心上吗,李峰眉头一皱,有点担忧,长公主是女儿, 青州王是兄弟,陛下会为了陆前处罚自己的女儿,兄弟,感觉不太可能,最是无情帝王家之时,陆前冷到,陛下想要的,是太平盛世,世万事基业,镇斧司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这个,敢问大人,挡在这条路上的有谁,不是三大宗派,打忧于孽,李峰愣了一下,不,还有世家门法,宗族相团,陆前目光冰冷,陛下想要的, 是真正的集权,是他能够直接控制每个百姓,而不是经过什么门派,门法世家,宗族的手,自古皇权不下线,陛下现在要打破的,就是这个,建造铁牛飞车路,打破地理环境约束,其实就是在瓦解宗族势力,等等,你让老夫想想,这一番话,让李峰脸色一变,眉头金锁,陈银良久之后,他才叹了一声,陆前,你是怎么想到这一层的,一直以来, 所有人都以为陛下都只是想对付三大宗派而已,就算是他,也只是猜到一丁点而已,路前冷冷一笑,很简单,我只是站在陛下的位置想了想而已,我要一统天下,江山是带永村,谁是我的敌人,谁将来可能会造反,一目了然, 李峰微微震了一下,没有说话,站在陛下位置想了想,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也不敢有这个想法,但陛下就算要动世家,他也不会现在动,毕竟,现在三大门派才是最主要的目标,李峰沉银片刻,周梅说道,不,路前目光悠悠,如果我是陛下,我会选择什么都不做,为什么? 李峰再度愣了一下,路前迷眼道,因为这是一场很好的试炼,谁能够洞察陛下心思,铲除三大宗派,门阀世家,宗族相团,谁就有资格继承,坐稳,守住那一把龙椅,那些只会在朝堂上蓬荡结雨,争权夺势的,只不过是蠢货而已,迟早被被陛下舍弃掉,李峰再一次为路前的想法感到震惊,这还真有可能, 以陛下五胜八百的惊人寿命,他确实可以静静等着合格的继承者出现,什么十七皇子,什么长公主二十三皇子,在朝堂上斗得再厉害,很有可能都只是梦幻泡影一场,陛下若是不急着对世家动手,这不是对你不利吗? 李峰突然皱眉问道,那就该我出场,提醒陛下,世家势力已经膨胀到极点,再拖下去,就伟大不掉了路前冷笑,吐出一句话,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给陛下上一道奏折,将远九照理一事,一五一十的上报朝廷,如此一来,事情是真的闹大,青州王还敢对我这个尽职尽责的镇抚司天才动手的话,陛下又默许不管,那我也认了,这么一来镇抚司的所有人也寒心了,李峰悠悠一叹,为陛下办事,忠心耿耿,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谁不寒心? 这时,路前又冷冷吐出一句话,当然,在奏折里,我还会献上一册,视为推恩令,第一百一十二章我便吐了,推恩令,李峰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兴趣,简单来说,就是分家产,将敌长子继承,变成敌长子,四子,三子共同继承,说到这,路前冷冷一笑,照理高高在上, 狂傲自大,不就是因为他是青州王世子,将来青州王的位置由他来继承,推恩令一出,他就只能拥有三分之一的青州,青州王的名号,都可能落不到他头上,他还怎么嚣张起来,李峰听完,倒吸一口冷气,这招够阴够狠的,但陛下会施行推恩令,这不是削弱照是皇族实力吗? 李峰眉头一皱,感觉不太可能,三大宗派未除,这推恩令感觉不太可能推行得起来,路前摇头一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推恩令是我弄出来的,谁动我,谁就是反对推恩令,也就是说,有人想继续做他的一州诸侯,这意味着什么?大人应该很清楚把诸侯之上,便是皇位,你抓着诸位之位不放,莫非是在寄予皇位? 李峰终于明白路前的算计,推恩令一出,大选七十二州的周王定然会先后上奏,赞同这道法令,以表忠信,免得被陛下裁忌,在这个结果眼上,没人敢动路前,也就是说,你这道奏折准备一层一层,从县里到郡里,再到州里,然后传入京城,经过六部尚书内阁大学室,左右宰相之首,最后才呈现到陛下面前, 李峰抬头笑问道,哈哈,大人果然英明神武,一眼就看穿属下心思,路前哈哈一笑,拍了一个马屁,这么一来,事情闹大,朝廷内外无人不知,谁还敢动他,你这小子就会拍马屁,快写吧,写完直接让旁边先令盖印,然后老夫帮你拿回郡里,给那郡守大人看看,李峰哑然失笑道,好,路前重重点头, 出了密室,直接找来作者本子,落笔如风,刷刷刷的写满一大长片,在作者里,他成了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郡府司,扒平补头, 面对青州王世子的无理请求,距离力争,然而,青州王世子蛮横无理,以身份压人,路前抗命不尊, 还怒斥青州王世子赵礼,却被青州王世子恼羞成怒,打成了重伤,幸亏青阳郡镇府司总捕头及时到来,阻止青州王世子, 最后,路前有感此事,向陛下献策,视为推恩令,则则则,你这做贼遗传出去,估计赵黎会气得三十神暴跳, 当天提到过来要将你碎尸万段礼峰看完奏折,则则笑道, 这无论是谁一看,都会觉得赵黎是大大的坏人,而路前则是铁骨蒸蒸的清官, 小人报仇不隔夜,我又怎么会让他好过,路前轻哼一声, 斟酌了一下,还在奏折最后添了一句,微臣近日寻成, 问梁小儿,竟指知青州王,不知五圣黄,看到这句话, 李峰瞳孔一缩,浑身一震,脱口而出道,你这是杀人诛心啊, 五圣黄,自然指的是赵玄姬,指知青州王,不知五圣黄, 这句话一写上去,整篇奏折瞬间变得冷冽, 仿佛每个字都透着风寒沙气,这么一来, 恐怕没人敢拦截这道奏折了,路前冷笑着, 从旁边抓来自己的大印,轰的一下盖上去, 随后又拿起县灵大印,啪的一声喊下, 劳烦大人了,将这奏折交给军手大人,路前和其奏折递给李峰, 则则,路前,你这次动静有点大, 真不怕有人会对你下黑手, 李峰拿着奏折,感觉自己拿着一颗轰山催橙的炸弹, 大人前几日不是向陛下给我请了一道护身符吗, 那道护身符再加上这本奏折, 恐怕没人敢对我动手,路前无比自信, 但如果是赵黎将你侮辱青州王,王妃的话传回去, 青州王降临,我也不好呼你李峰收起奏折, 眉头未皱到,赵黎不敢的, 路前一摆手,冷笑道,我没猜错的话, 他这次随原家的人来捞人,是私底下来的, 如果我是他爹,知道自己的儿子打着自己的名号, 人没捞到,头还被人剃了, 我会气得把赵黎重新塞进他能肚子里, 也对青州王为人低调,沉默寡言, 以心恋武,13个儿子都是散养的, 估计知道了也只会让赵黎自己找回面子李峰点点头, 深深看了一眼路前, 摊刀,路前你的格局,眼界,心胸都无比之大, 智慧更是超绝常人,这是好事,但也是坏事, 想的太多,算计的太多,武道就很容易落下, 这样的天才,我见了很多, 希望你不会不他们后尘,多谢大人提点关心, 请大人放心,我会专心准备武局的, 路前瞬间明白李峰的意思,拱手一败, 刚刚宇宙里打了一场, 让他明白自己还是有短处的, 被拳一压制,就像开了岩池一样, 胜率先掉三成, 另外,身法跟不上,也只能挨打, 你明白就好,那老夫走了,放心吧, 有那个极道狂图剑十三的消息, 我会派人通知你的,恭送大人, 李峰回头看了一眼,身上蓝光一闪, 整个人轰然冲上天空, 消失在夜雨之中, 而路前也回到鸡娘子的院落, 喝了鸡娘子喂的药, 便与苏英洛四个小家伙合一而睡, 此时一处豪华宅院, 祥房中, 赵丽站在银镜前, 望着镜子里被踢去大片头发的自己, 暮光冰冷而怨毒, 碰, 他一拳打出, 直接将镜子打爆, 碎片四射, 世子,出什么事了, 听到动静, 门口守卫的摆面老者立刻冲了进来, 经问道, 路前, 我赵丽发誓, 必将你万刀凌迟, 碎尸万断, 赵丽咬着牙, 神色无比阴狠, 宛如修罗魔鬼, 世子, 路前此子气眼嚣张, 都是因为有李峰护着, 不然将此事告知王爷, 让王爷出关, 白面老者脸上闪过一丝杀意提议道, 不行, 赵丽直接打断否决, 咬牙道, 我这次帮袁家捞人, 是为了让袁家, 还有长公主欠我一份人情, 我爹一直不同意我蝉后皇位之争, 若是被他知道此事, 还见我被剃了头, 如此丑陋, 丢进他的脸面, 估计会直接将我禁足, 并且不让我继续主持无举, 也是, 他现在这副丑样传出去, 还怎么主持周事, 那难道真让路前进周事, 白面老者万分不甘心道, 赵黎英森森冷哼一声, 当然不可能, 路前此子身法虽慢, 但肉身强横, 力量雄魂惊人, 应该修炼的是玄黄归身大法, 凭他的实力, 估计能够杀进殿士, 保守取得前十, 万一得到陛下赏识, 说到这, 二人相视一眼, 瞬间下定决心, 绝不能让路前进周事, 进不了周事, 路前就废了, 我看他就在这一辈子当个镇斧司八瓶捕头吧, 白面老者面露得意, 冷笑道, 不, 我要调他去青州府, 让他在我手下干活, 我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赵黎神色猙獰起来, 说吧, 他猛地拔出一把银笔, 二话不说往头上消去, 刷刷刷, 几下功夫, 赵黎就变成一个秃头, 世子你这, 白面老者惊呼一声路前不死, 我发不声, 我要铭记今日之屈辱, 来日千倍万倍奉还, 赵黎咬牙切齿说完, 一扔匕首, 捡起地上一块镜子碎片, 望着镜子里自己, 他摸了摸光脱脱的头颅, 面色渐渐阴致狠立起来, 白眉老者抿了抿嘴唇, 原家那边, 让他们自己带钱去赎人吧, 赵黎一扔碎镜片, 冷哼道, 我刚才已经想明白了, 与其选一身麻烦的原家, 还不如选干干净净, 颇得陛下欢心的方家, 听说方家那个武进士, 方悠雪似乎还没嫁人, 是的, 白眉老者点头道, 那好, 明天我们上门直接提亲, 第113章我不愿, 一日清晨雨停了, 天清气朗, 冬日暖阳, 迅程方府, 方家曾祖, 以及族中长辈, 进阶守候在方府门前, 似乎在等候着某人, 人群之中, 方悠雪的爹娘, 还有他的弟弟方云也是安静站着, 眸中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谁能让曾祖也跑出来迎接, 定刻之后, 一辆悬挂子龙玉牌的豪华马车, 由八只雪白骏马拉着吃来, 停在方府门前, 是青州王的马车, 方家方天老, 邪仪众族中后辈, 恭迎世子, 这时, 方家曾祖, 一个白发垂条的轻衣老者, 上前一步, 拱手行礼, 声音中气十足, 雄浑有力, 方将军客气了伴随着一声温和游吏的声音, 赵礼掀开珠帘, 从马车上落下, 向着众人拱手还礼, 刷, 众人觉得眼前一亮, 仿佛有个大灯泡在一闪一闪的, 顶经一看, 青州王世子赵礼竟成了光头, 方家众人皆是闪过一丝异样神色, 但也没有人失礼笑出声, 世子大驾光临, 我等未曾远迎, 着实失礼了, 请进, 方家曾祖一拱手, 态度放得很低, 完全没有一点非天境高手的奥义, 方将军你先请赵礼也不敢傲慢, 笑呵呵的还礼, 随后, 二人一起走进方府, 一众方家族人自然紧跟入府, 来到正厅, 其余人散去, 只剩下方家一些重要人物, 可以坐在左右, 奇怪的是, 方云也被留下来了, 听闻令尊正在闭关, 参悟法相外景境造化玄机, 想来出关之日, 便是法相境高人, 英雄无犬子, 世子年纪轻轻, 三十六岁便打通四十五窍, 一身绝学, 着实让人敬佩方家曾祖经其道, 方将军客气了, 我这点微末伎俩, 又如何比得上将军当年, 赵礼摇头一笑, 很是谦虚, 一番寒暄之后, 宾主相谈甚欢, 方家曾祖捋着白然, 笑道, 世子很少来清凉郡, 不如在这多待几日, 我正有此意, 照理点点头, 笑道, 不满方将军, 晚辈此番前来, 是为了求一位解药解药, 莫非世子中了奇毒, 方家曾祖微微睁眼, 面露观心, 没错, 晚辈中的奇毒, 名为相思毒, 自六年之前见过方家方忧雪一面, 惊为天人, 奈何自行惭愧, 不敢追求, 如今我贵为世子, 武道有成, 特地挑了这个良辰吉日, 前来提亲的, 照理神色真诚, 向方家曾祖肃然一败, 话, 此言一出, 堂中众人皆是一阵, 面露惊诧之色, 方忧雪爹娘更是瞪大眼睛, 你看我, 我看你, 一脸猛逼, 隔了六年才来提亲, 信你个鬼呢, 道士方云眼珠转动, 面露喜色, 就在这时, 照理又开口道, 请方将军放心, 晚辈这次提亲不是空手来的, 门外难马车上, 有三件神兵利器, 十平地接丹药, 还有千年人参若干相, 首饰珠宝, 绫罗绸缎二十箱, 当然, 寻尝百姓家的红枣, 莲子等等晚辈也有准备, 世子且慢, 方家曾祖突然出言打断, 莫非是嫌晚辈准备的不够, 又或者是晚辈一人前来, 不够隆重, 若是如此的话, 晚辈这便会倾州王府请王妃过来照理微微笑道, 方家曾祖摇摇头, 笑道, 世子误会了, 世子乃是人中龙凤, 又是一片赤诚之心, 老夫又怎么会不满意, 但是幽雪这孩子向来独立强硬, 老夫也管不住, 也不想管束她的婚事, 此时你还是问她爹娘吧, 耍, 众人目光立刻落到方悠雪爹娘身上, 这, 方悠雪爹娘相视一眼, 面露迟疑之色, 这时, 方云目露兴奋光芒, 道, 爹, 你呀, 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姐姐这性子冷如冰山, 无比强势, 得找一个震得住她的相公, 我看世子下茂出众, 品性绝佳, 正是东庄快婿的最佳人选, 你们不是嫌媒婆介绍的不行吗, 我看世子行了, 此话已出, 方家众人看向方云的目光都浮现出一丝叹息, 这孩子练武天赋不错, 可惜, 是个傻子, 要是能答应, 曾祖还能推辞将皮球踢过来, 简直蠢得无药可疑, 赵黎倒是看方云很顺眼, 摇摇一拱手, 笑问道, 母妃两位长辈对晚辈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有没有世子我们都很满意, 方幽雪爹娘连连白手, 神色尴尬, 正想找个理由推辞, 但就在这时, 赵黎打蛇随棍上, 其身一败道, 多谢岳章, 岳母成全, 明日我便写信会青州王府, 让王妃过来, 与岳章岳母商量婚事刷, 方家众人脸色瞬间降住, 我不, 远, 忽然, 一道寒冷如冰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一道金色身影, 随风冲进堂中, 浮现出冷面如霜的方幽雪, 只见他身穿寻成被金甲, 血沿轻利脱俗, 国色天香, 宛若广寒仙宫降下凡尘的仙子, 不过, 眉宇间一丝韵怒破坏了这一分冰冷美感, 让人不敢靠近, 血毒, 堂中温度骤然下降, 纵使运转血气, 也让人感觉到一股冰冷彻骨的寒意, 世子, 子女的太阴赵岳神功起码练到第八层, 权益纯粹无比, 比世子你还厉害三分, 闪阴道方幽雪身上的寒意, 白面老者目中闪过一道金光, 传阴道, 赵黎文言顿时神色一喜, 太阴赵岳神功是方家的祖传功法, 地阶上品, 修炼到第十层就能开天地金桥, 突破道飞天境, 方幽雪这才二十六岁, 却已经修炼到第八层, 看来百岁之前飞天可期, 若是能娶她为妻, 道也不亏, 于是她上前一步, 装出一副深情无恙, 道, 幽雪, 六年未见, 你还可记得在下, 当年在电视之上, 以白沙飘飘, 如天外飞仙, 永远刻在在下心中, 方幽雪冷冷瞥瞥了她一眼, 生脆如冰裂, 斩钉截铁, 我不愿意, 也不可能嫁给你, 顿时众人神色一变, 居然这么强硬, 毫不留情面地拒绝, 姐姐, 这可是世子啊, 你不是一直想要找一个比自己强的夫君吗, 世子不就是你一直想要找的如意狼, 啊, 方幽一步走到方幽雪身旁, 话说到一半, 就在这时, 方幽雪猛地抬手, 一肘狠狠顶在方幽胸膛, 啊, 方幽一声惨叫, 整个人倒飞出去数十余米, 直接撞入前院的花坛里, 口里狂喷鲜血, 多嘴, 方幽雪冷冷吐出两个字, 面无表情地收回手, 众人看得心头一跳, 幽雪, 莫非是在下有什么做的不对, 让你不满意, 或者是你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 赵黎一时眉头皱起, 温柔问道, 只可惜顶着一个光头, 实在让人感动不起来, 方幽雪没有说话, 只是从袖袍里掏出一折本子, 递给赵黎, 赵黎面露一色结果, 展开一看, 目光逐渐锐利, 神色请客间寒冷如冰, 浑身血气飞速翻涌, 突然赵黎脸上青筋条条站起, 咬着厚草牙, 一字一字吐刀, 树子竟如此颠倒黑白, 血口喷人, 该, 啥, 话音刚落, 猛得一盒作折, 碰, 整个作折直接被他拍爆, 化作激愤, 随风狂舞, 地面也被他踩出数十道拇指措的裂痕, 看着他猙獰凶狠的脸色, 方家众人不由的好奇, 究竟奏本里写的什么, 竟气得温文如雅, 涵养极佳的堂堂世子咬牙切齿, 一副杀人模样, 世子这奏折如今传遍整个郡守府, 很快就会传到青州王府, 你还是回去吧, 方悠雪冷冷说道, 告辞, 赵黎一拱手, 转身怒气冲冲走掉, 但还没走到门口, 方悠雪没有一丝感情的声音传来, 世子, 在青阳郡, 你是斗不过路前的, 等你成了青州王, 再来娶我吧, 不然还是别踏入方府一步, 赵黎闻言, 小步一踉枪, 随后直接爆发刚气, 冲出方府, 驾, 随着一声怒吓, 马蹄生气, 飞速远去, 游雪, 你这是大大得罪的世子啊, 方家增足叹息一声, 不, 方悠雪目光冰冷锐利, 赵黎想要杀的是陆前, 陆前夺了我方家流星剑, 我这是火上添油, 借刀杀人, 再说连个路前都搞不定的废物世子, 还想娶我, 我还不如嫁给那个臭嘴路前, 第114章划船不用讲, 等赵黎真的远去百里之外, 方家众人自然好奇起, 刚才的折子, 那折子究竟写的什么, 方家增足饶有兴就问道, 堂堂一周世子, 竟被一道折子气得咬牙切齿, 当众失去一态, 还真是罕见, 哼, 我早猜到他会气饱的, 方游雪冷冷贴了地上积粉一眼, 从袖子里再掏出一本折子, 递过来, 方家增足接过, 展开一看, 看完之后, 他双眼一睁, 瞪大如同龄, 微微倒吸一口冷气, 方家众人见此一幕, 更加好奇, 连增足见过世面的都惊到这样, 折子里究竟些什么, 厚身可畏呀, 忽然, 方家增足叹息一声, 将折子传越以众族中后背, 一个个看完, 仿佛都跟复印一样, 倒吸凉气, 瞪大双眼, 灭灭死去, 等传到最后, 就落到方游雪爹娘手中, 这二人刚刚从花坛里捡回, 被方游雪一轴打匀的方云, 放到椅子中, 喂下一颗丹药, 筑其化开, 等方云自行苏醒, 他们一起看完折子, 同样是一脸目瞪狗呆, 这折子是路前, 一个八瓶捕头写的, 就是鱼儿得罪的那个路前, 方游雪娘亲整个人都惊了, 整本奏折, 惊嘴在最后两句话, 指至青州王, 不知五圣皇, 说的跟青州王就要谋反一样, 再加上奏折前边写的元九范氏, 赵黎捞人, 还有推延令, 可想而知, 这道奏折传到京城, 六部内阁都要镇上三镇, 陛下就算心胸在宽广, 恐怕也要派钦差过来看一眼, 娘, 这时, 一声轻哼, 方游醒过来, 立刻怨道, 姐, 你下次打我能轻点力吗? 哼, 差点将整个方家带沟里, 还不自知, 要不是我小时候亲眼看着你被街生婆抱出来, 还以为娘从哪个垃圾雪堆里捡了你这个蠢货回来? 方游雪冷哼一声, 毫不客气殉道, 方游一听, 脸上浮现出不服气的深色, 刚想反驳, 却见到爹娘在疯狂给她打眼色, 顿时住嘴, 这时, 房家曾祖叹道, 月儿啊, 这次还真是你错了, 若是真让你解嫁给青州王, 那就彻底绑在青州王这条贼船上了, 青州王有什么不好的? 堂堂一州之王, 房云不解问道, 一州之王没什么不好, 但是不偏不倚, 至终陛下的才叫千年世家, 贪叫周王, 联姻结青, 那不叫世家, 那叫王族附庸, 世家能千年不倒, 王族附庸, 只能一损俱损方家曾祖, 屡着白染, 摇头叹息, 那为什么不是一戎俱戎, 房云继续杠倒, 都青州王了, 你还想戎到哪里, 莫非真想你姐当皇妃, 太子妃, 喜儿, 君熙, 月儿真是你们的儿子, 怎么蠢得这么厉害, 方家曾祖邪了她一眼, 望向方云爹娘, 可可嗨, 然而她还小, 方云爹娘只能甘笑毁了一句, 无比尴尬, 瞬间, 方云脸色涨红, 再也说不出话, 尽足吧, 无拘开是钱, 别让他出去祸害人了, 尤其是别让他去找那陆钱, 不然, 我们被坑了都不知道这时, 方悠雪冷冷道了一句, 转身便走, 一众方家众人齐刷刷点头, 陆钱这丝太阴损了, 还是远离一点为好, 此时, 陆钱正在海面上, 天阴沉沉的, 海水汹涌, 荡出一圈圈的浪化, 冷冽海风吹来, 宛如刀剑刮面, 这里是青阳大河入海口, 是黎沙水线最近的海岸, 左席凌空飘在海面上, 肃然道, 陆钱你修炼的是星河破纲拳, 想要凝炼拳意, 可以借助海史之力, 虽然不知道赵玄机这门地 接拳法是怎么修炼的, 但人法帝, 帝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海水汹涌澎湃, 暗河星河破纲拳浩浩荡荡, 无可疲挡的权势, 最为适合你感悟权益, 陆钱点点头, 颇为赞同, 他踩在海水之中, 脚掌灵活如鸭掌, 在水中滑来滑去, 荡出一圈圈的漩涡, 这就是踩水而行, 肉身扒净, 刚柔境界的舞者都能做到, 但顶多只能露出半个腰身, 像陆前这样只没过膝盖的, 起码要到刚气净, 这时, 海面之上, 一个浪头翻骑, 大约三十余米高, 浪来了, 去吧, 左席袖袍一甩, 哄, 银爆炸响, 路前浑身白金光芒一闪, 人猛地冲出去, 暴掠如电, 海面之上, 一道三里鱼长的白愣瞬间出现, 两边击见起的水花, 宛如一座拱桥, 竟有百米鱼高, 下一刻, 他整个人轰然撞到巨浪水墙之上, 大自然的伪力, 何等凶猛, 这一撞, 不亚于数十万斤的力量轰打, 路前没有半点反抗, 直接被浪头拍入深深海底, 天旋地转, 冰凉兴咸的海水灌入口中, 让人难受到要干我, 就在这时, 一道汹涌水流从旁卷来, 直接将它拖出水面, 四周的海面也平静下来, 只剩下他脚底的漩涡在飞速旋转, 左席飘在他的上边, 嘴角带着一丝丝的笑意, 俯视道, 小子, 放心吧, 老夫的惊涛掌还没生疏, 就算你被巨浪拍进三百丈的海底, 老夫照样一掌把你卷出来, 怎么, 海水的滋味不好受吧, 还要不要继续, 这货显然是在报复, 路前摇摇头, 站稳在漩涡中心, 挖的一口吐出海水, 浑身血气剧烈运转, 湿透的衣衫立刻变干, 他没有立刻回答左席的问题, 而是默默招出系统看了一眼, 拳法, 星河破钢拳, 底阶, 第二层, 可花费149点, 狭义值提升当前境界, 之前是150点, 现在只需要149点, 降了一点, 也就是说, 他现在这个修炼方向是对的, 他终于找到修炼星河破钢拳第三层的特殊技巧, 有高手指点就是不一样, 来吧, 不要联系我, 刚才的巨浪还不够凶猛, 还有没有更劲爆的, 路前目录兴奋光芒抬头问道, 更劲爆的, 你想要多高, 左席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坏笑, 几百层楼那么高, 路前深呼一口气, 血液奔腾, 心潮澎湃,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凝出全衣了, 几百层楼那么高, 好, 那我成全你, 左席嘿嘿一笑, 身形几下闪烁, 出现在实力之外, 然后, 一掌拍在海面, 哄, 海面炸起五十张的巨浪, 紧接着, 左席在一掌拍出, 巨浪汹涌起来, 层层叠叠, 席卷起上千米高的恐怖水墙, 朝着这边就拍了过来, 好像玩大了, 路前微微震惊一下, 但他脸上闪过一丝狠色, 一咬牙, 浑身刚气运转, 一脚跺起十张水柱, 化作一道穿云金垫, 直冲巨浪, 砰的一下, 路前撞到巨浪上, 感觉自己正面撞到一面无比坚硬的墙壁上, 紧接着一股佩然莫敌, 摧毁一切的雄浑浩瀚力量撞来, 直接将他撞飞出去, 还没等他定住身形, 头顶万情碧波轰然砸下, 他甚至看到落下的海水之中一条目露惊恐之色的虎沙, 以及千奇百怪的海域, 没有半点疑问, 他整个人被拍入数百丈的海底, 要不是久缠不灭金身净强横, 他恐怕都要被拍晕过去, 虽然没晕, 但依旧被灌了几大口的海水, 等他被悬涡卷出海面, 整个人如同散架一般, 浑身抽痛无力, 动根手指都难, 一条虎沙张着巨尺嘴巴, 死死咬着他的半个头, 疯狂甩着鱼尾, 不肯放开, 哼, 小子还来吗? 索席飘到他头顶, 幸灾乐祸问道, 嗨嗨路前倾咳一声, 吐掉肚里的海水, 随手将头顶的虎沙大飞, 再次招出戏头, 拳法, 星河破纲拳, 底阶, 第二层, 可花费146点狭义值提升当前境界, 又减了三点, 路前见此, 浑身立刻充满干劲, 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 木透金光, 来, 干, 就晚了, 我路前一声划船从不用讲, 左席微微一愣, 什么意思, 全靠浪, 下一刻, 左席飞出去, 一掌拍出百张巨浪, 再次汹涌打来, 这115张市上卖的最多的书, 海边夜色已降, 路前盘坐在沙滩上, 浑身热气蒸腾, 头顶冒出缕缕白烟, 在他的四周堆满了青械, 金枪鱼, 海蛮, 海棒, 牡蛎, 等等海鲜, 都是左席从海里炸出来的, 准备等下拿回去给苏英乐三个吃, 这小子, 究竟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左席站在路前身旁, 副手而立, 某种闪过惊疑之色, 这一天下来, 路前被巨浪轰拍上百次, 每一次都差点被拍得散架, 但很快又生龙活乎起来, 肉身强横的变态, 玄黄宗的玄黄龟身大发, 恐怕也没有如此玄妙, 难道是天阶, 左席忽然想到什么脸上闪过恍然之色, 难怪路前以二十五桥的钢器, 居然能打得过那个远九的护卫培勇, 想通之后, 左席神色复杂, 心中暗叹一声, 沧海派自然是有天机功法的, 但是被灭之后, 天机功法就随之失传, 连一门天机功法都没有传下来, 呼, 就在这时, 路前睁开眼眸, 吐出一道如剑般的白气, 积射到数十米之外, 召唤系统, 一声默念, 系统屏幕弹了出来, 拳法, 星河破纲拳, 底阶, 第二层, 可花费九十八点狭义指提升当前境界, 这就是一天的战绩, 成效喜人, 足足降了五十二点狭义指, 在这样修炼几天, 他估计就能够真的凝出全意, 修炼到星河破纲拳第三层的境界, 除此之外, 肉身经过接连拍打, 肚子里的石像单练化的进度增加了三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肉身再增六百斤力量, 等完全练化石像单之后, 纯粹的肉身力量就可以达到惊人的八万斤, 感觉如何, 左席开口问道, 很好, 路前目露金光, 站起来, 浑身筋骨炒豆般噼里啪啦的爆香, 那走吧, 今天练功已经达到效果, 我们明日再来, 左席点头一笑, 心中已然下定决心, 等路前练出全意, 就教他惊涛掌, 这世上, 也只有天洁神功才能配得上惊涛掌的最后一招, 大海无量, 真希望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这一招重见天日, 在他暗暗感叹之时, 路前已经找了一条藤蔓, 窜起四周的海鱼, 随后用披风一渡, 将牡蠣, 贝壳等等包起, 走, 左席一声轻鹤, 提起路前飞天而起, 化作一道绿光投向东方天际, 等他们回到镇斧司时, 已经是晚上八九点, 来, 这是左师傅给你们捡的贝壳, 还有海鱼, 等下我们烧烤路前随手一甩, 将海鲜贝壳扔到院中, 哇, 好, 好大的鱼, 好漂亮的贝壳, 阿牛跑过来, 瞪大眼睛惊叹道, 烧烤, 这个我会, 我来, 我去搬铜盆, 李三花这小吃货一溜岩跑进屋里, 陆大人, 你没事吧, 你是掉进海里了吗, 最让人欣慰的, 海鼠苏英墨, 走过来, 一脸关心的帮路前摘掉身上的海盐, 看着三个性格迥异的徒儿, 一旁的左席满脸欣慰, 我怎么会有事呢, 你们先弄着, 我去洗漱一番路前捏了捏他肉多多的脸蛋, 转身便走出院门, 陆大人, 奴家早已经帮你烧好水, 这就帮你倒过来鸡娘子娇声道了一句, 浅笑着, 就从屋里搬出一大桶的滚烫热水, 很快, 路前洗漱干净, 换了一身干净素衣, 回到鸡娘子的院中, 入眼便见到稍旺的探盆, 另一边, 鸡娘子正在处理那些海域, 左师傅呢, 路前坐到探盆旁边, 转头问道, 师傅回去了, 他说他不方便待在镇府寺, 嘱咐我们好好修炼内功就走了李三花脆声声道, 路前点点头, 隐于明白左席在顾忌什么, 沧海派曾经有造反之心, 这终究会被人猜忌, 陆大人, 抱抱这时, 鸡娘子小女儿走来, 伸出两只小手, 奶声奶气道, 路前微微一笑, 将她抱起怀中, 一起烤火, 不一会儿, 铜盆上架起铁网, 牡蛎海帮这些先放上去, 再放点蒜蓉辣椒, 不到一盏茶, 鲜甜香气就飘了起来, 吃吧, 路前徒手抓起一只烤好的海帮, 拈下一丝棒肉, 吹了吹, 放到鸡娘子小女儿嘴边, 鸡娘子在旁看着, 美眸之中浮现出无尽温柔, 另一边, 苏英陆三个已经抓着一只大红蟹, 开始分着吃, 路前自然分到了最好的蟹黄, 他倒没药, 递给了鸡娘子, 奴家多谢陆大人, 鸡娘子翘脸被炭火烤得通红, 火热, 苏生道谢一句, 结果便吃, 微微品尝一口, 他不禁双眸一亮, 赞道, 很好吃, 很香甜, 好吃就对了, 路前笑着点点头, 若无歧视道, 门口那位溜达过来又溜达过去的小朋友, 进来吧, 不进来的话就别在门外晃来晃去, 不然的话, 你这么活力充沛, 我可以找着大猩猩过来, 陪你玩摔跤, 好让大猩猩拍拍你的脑袋, 说不定你智力能提升几个点话音刚落, 一道雪白倩影背着手, 一蹦一跳进了院中, 笑眸如月牙, 向路前伸身一躬, 嘻嘻, 小女子多谢陆大人不是沈子双又是谁, 路前抬头, 见她笑得傻子一样, 不禁摇摇头, 你来了那么多天, 修为境界没有半点长进, 脸皮倒是见后不少, 闻着好吃的就跑过来, 这还多得陆大人, 沈子双娇笑一声, 身形一闪, 便坐到金娘子身旁, 清秀一口, 好香, 嘻嘻, 鸡娘子, 我来帮你吧, 好, 那麻烦沈姑娘了, 鸡娘子盈盈一笑, 也没有推辞, 将一条烤鱼递过去, 路前见此, 也懒得跟她计较, 继续专心刷蜂蜜烤鱼, 夜空之上, 星辰暗淡, 明月垂下清冷光辉, 但在院子里, 苏英乐四个小家伙在一旁嬉笑打闹, 笑声清脆如铃, 旁边, 鸡娘子和沈子双在一边烤鱼, 路前一边吃着鸡娘子递来的烤鱼, 一边运工, 返厨沉淀今日修炼感悟, 正吃到一半, 若水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 路大人, 这书印好了, 说着, 便递来两本偷着墨香, 微微暖热的大小书册, 你也吃晚路前文言微微一洗, 放下手中烤鱼, 接过书册, 随口道了一句, 只见这半个巴掌搭的书册是黄叶封面, 厚一寸, 宽五寸, 封面右边竖写九个正开小字, 肉身净修炼使用技巧, 封面左下角是四个小字, 若水书局, 翻盖非夜,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行硕黑大字, 沙水线镇抚丝合作出版, 到硬币揪下面还有镇抚丝的同报印章图案, 随后一页一页看过去, 肉身扒净的修炼方法, 详尽细微, 简单直白, 确实是一本舞者入门修炼的使用手册, 甚至在陆前那个水中转铁球的小窍门后, 还添了一个注意事项, 不要独自修炼, 免得溺斃, 看完之后, 陆前合上册子, 转着拇指上的碧玉扳指, 陷入沉思, 陆大人, 有什么问题吗? 若水神色微微紧张问道, 鸡娘子, 神子霜, 还有苏英洛几个小家伙都凑了过来, 他们都知道陆前弄了这么一个书局, 似乎要出书, 没有问题陆前沉吟片刻, 抬头一笑, 我只是想到了一个好点子而已, 陆大人请说若水美眸一亮, 我准备设一个蒋武堂, 每逢六七日, 便在蒋武堂开堂授课, 享受这文小册子陆前笑道, 好办法, 蒋武堂一出, 手不定万人空向, 若水眸中立刻闪出铜钱般的亮光, 如此一来, 这小册子定然卖得火热, 练武之人人手一本, 这是当教材来卖啊, 还有一个好处陆前意味深长一笑, 长久以往, 迷心尽规镇府司, 尽规大选, 打忧是什么东西, 他们很快就会忘了此话一出, 若水三女皆是一愣, 眉眸瞪大, 为陆前的深谋远虑感到惊叹, 这时陆前放下小册子, 目光落到手上的青色书册上, 书册封面, 画着一个清秀少年, 身披黑袍, 背着一把紫色大尺, 目光坚毅, 手托三色火帘, 在封面的右边, 印着四个笔封锐利的大字, 斗魄藏琼, 得116张陆大人大圣人, 探盆旁, 陆前一边美滋滋吃着烤鱼, 一边翻看手中的小说, 仍旧看得津津有味, 陆大人, 那明天就开店售卖, 一旁, 若水美眸之中闪着兴奋, 激动之色, 卖把路前合起书册, 抬头微微一笑, 这本小说依旧是免费拍送, 书院, 酒楼, 还有城门口, 这些人流密集的地方, 都是几个书摊, 真白送了, 若水轻咬嘴唇, 还是有点舍不得, 那就前三天白送吧, 后边卖一百文前一本, 路前略微沉吟, 改了一下主意, 好, 那我们下一本书出什么, 若水神色微喜, 连忙问道, 神兵榜, 学学榜吧, 路前毫不迟疑道, 只不过排名要有争议, 就好比如采一捧一, 故意贬低剑云踪的天洁功法, 捧高飞天官, 这不好吧, 若水微微有些迟疑, 路前微微一摆手, 淡然一笑, 没事, 有人愁, 就有热度, 有热度就是有流量, 我们这书自然卖得快, 另外, 神兵榜第一就写小李飞刀, 传说中刀圣李寻欢的武器, 力无虚发, 见过的人都死了, 刀圣李寻欢, 有这个人吗, 一旁的神子双啃着鱼骨, 好奇问道, 没有就编本, 先给他添点厉害战绩, 像什么一记飞刀射杀八百年前大罗四四大五圣长老, 使劲吹, 吹得玄乎其神, 总会有几个傻子信的, 这么一传开, 书自然能够卖得更多路前若无歧视道, 听完这话, 神子双, 若水, 鸡娘子都微微睁大眉眸, 震惊当场, 卖个书都能有这么多套路, 对了, 虎膜练古拳, 游龙身法, 泳子八剑这些推荐的武功, 也多印一些, 跟着一起卖路前突然想起什么, 急去吩咐道, 嘿, 小女子记住了若水平复心中震惊, 从怀里掏出一打金票, 大人, 这是今天拍卖的七万八千两黄金, 现安平三人所有的家当, 产业都拍卖出去了, 这么多, 路前神色一席, 结果金票清秀一口, 嗯, 是金钱肮脏的铜锈味, 不过我喜欢, 这时, 若水眉头微皱到, 今天的拍卖确实很热闹, 来了五百多人, 只不过, 有一个神秘富商诸手阔绰, 豪至千金, 买下了渡头, 还有渡头的十几艘船, 小女子总感觉她有点问题, 神秘富商, 我会派人去查她的路前收起金票, 淡然道, 另外, 若水欲言又止, 出什么事了, 路前感觉到她神色异扬, 都没问到, 我来替若水说吧, 就是有一个家伙, 一争场拍卖都在替若水抬价, 这家伙叫韩本处, 是青州五大千年世家韩家的人, 这家伙是看上若水了, 旁边神子双哼哼说道, 韩本处吗, 路前一抬美, 瞬间想起这人, 冷笑道, 放心吧, 韩家估计很快会派人过来将他抓回去, 他不会继续纠缠你的现在他的奏折传到郡城, 很快会传到青州三十六郡, 韩家的人如果不傻, 肯定会将这韩本处抓回去, 免得再沙水陷惹出事, 若水闻言, 脸上不安担忧散去, 浅笑行礼, 小女子多谢大人, 你是我的人了, 不必客气, 吃半路前微微一摆手, 指了指探盆上的烤鱼, 若水绝美面容微微一红, 轻点恶手, 伸手接过鸡娘子递来的烤鱼, 于是这一夜雨快度过, 临走之时, 路前打包了几盒烤鱼, 让吃的小肚子圆圆的神子霜带回去, 给拦击仙子, 这应该能刷几点好感, 随后路前喝了鸡娘子熬的药, 直接睡下, 一日清晨, 天蓝如洗, 原天仙楼前烧起一大串鞭炮, 吸引了众多百姓驻足, 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 若水一身蛾黄泥肠, 与披着银似披风的路前走出大门, 一起接下牌匾上盖着的红布, 若水书局, 四周百姓看到牌匾上的金漆大字, 不由得议论纷纷, 居然是书局, 还是这位若水姑娘开的, 陆大人也来了, 不知道这书局卖的是什么书, 一在下之见, 用排除法, 首先排除是禁书, 诸位请若水浅笑柔声道了一句, 向四周稍稍汗手行礼, 随后他与路前站到一旁, 让出大门, 一众百姓大感兴趣, 快步走入书局之内, 就连不感兴趣的, 也跟着凑个热闹, 陆大人好啊这时, 一个黄衣中严人走来, 小呵呵的向路前拱手行礼问好, 在他身旁, 是那个拼亭恶娜的鹅黄少女, 正是张金来, 张灵儿妇女, 原来是你们, 不必多礼路前认出二人, 微微一笑, 这怎么能行, 托陆大人的福, 草民开的那家药铺, 转手就卖了一千两, 随后在另一处地方, 再买了一家店铺, 这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张金来面, 带感激败道, 你做得很对, 您要名店铺临近猪场机场, 生意好不起来的路前点点头, 表示赞同, 哼, 多谢陆大人称赞, 陆大人请放心, 今日书局开张, 草民一定会多买几箱回去张金来拱手笑道, 正说着屋内突然传出一声声惊呼, 张金来张灵儿面露诧异之色, 进去把路前似乎早有所料, 跟着走进堂中, 只见书堂之内, 陈列着一排排的书架, 书架上还贴着一张张白纸黑字, 很是显慕, 分别是肉身净修炼实用技巧, 外炼实战太薄, 虎膜炼骨拳, 游龙身法, 永自八剑, 斗魄苍穹, 此时, 一堆百姓站在写着肉身净修炼实用技巧的书架旁, 手里拿着一本本书册, 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 这张金来颇为惊讶, 究竟是什么书竟能引得一众百姓惊呼诧异, 这时, 一个麻衣少年拿着书册走过来, 神色激动, 白问道, 陆大人, 这书上写的都是真的, 这肉身一径养生药方式真的, 自然是真的, 因为这是我编的路前点点头, 戴然说道, 此话一出, 满堂皆经, 陆大人, 肉身二净真的学护魔炼骨拳最适合, 可城北戴虚武馆的馆主说, 学松鹤千拳最有效一个精壮大汉又问道, 陆前挑了挑眉, 答道, 松鹤千拳, 那或只会松鹤千拳吧, 放心吧, 你也许有更适合的炼骨五绝, 但修习虎摸炼骨拳绝对没错化落, 一道道声音响起, 陆大人, 这水中转钢球真的有效吗? 陆大人, 怎么没有肉身酒精, 照着这书上的炼, 炼出问题怎么办? 陆大人, 这问题可大可小啊, 没错啊, 陆大人, 你只是一个钢器镜舞者, 我叔叔的二伯的十三小姨的爷爷可是见云宗扫地的, 他从来没说过水中转钢球这偏门技巧, 这不会是你胡编的吧? 对于这些疑问, 陆前只是轻贺一声, 镇住全场啊, 这书你们买回去, 炒个石货的人问问不就知道了, 另外, 镇府私会在成都, 城南, 城西, 城北各设一座讲武堂, 每逢六日, 讲解传授这本肉身净修炼使用技巧, 到时候你们拿着书当凭证进场听讲吧, 至于肉身酒精, 再下策, 还没卖听的这话, 众人再度哗然, 什么, 竟然还有人传授讲解这本书, 这不就是免费传授武学, 造福百姓, 简直在是大圣人, 陆大人牛逼, 货银, 买买买买, 不买不是人, 陆大人, 给我三百本, 我是书院教习, 替书院买的, 很快, 这书卖光了, 印好的二十万册一个早上瞬间卖个清光, 就连书上推荐的功法, 也都卖得七七八八, 当然, 那本斗破苍穹也送出去不少, 免费的不拿白不拿, 斗破苍穹, 怎么这么厚, 是武功吗, 一, 封面画的还挺精致的, 先看看, 等下回到书院修炼的时候, 再看那肉身净修炼, 使用技巧一个百姨书生钻上回书院的马车, 捧起斗破苍穹, 翻开了第一夜, 然后他就一天一夜没合过眼, 第一百一十七张你也配抹起少年穹, 书生回到书院, 刚下马车, 一个等候在院门的娇俏少女双眸一亮, 他一步飘过来, 含羞带怯道, 行师兄, 小女子刚学鸳鸯蝴蝶剑, 有一招情意绵绵, 不懂, 不知你可有空闲与我一起演练, 书生捧着书, 头也不抬, 对不起, 我没时间, 你找别人去吧说完, 静止走过少女身旁, 在少女幽怨的目光中消失, 回到宿舍, 她往床上一趟, 目光冰冷, 口中难难道, 真希望三年之后, 萧炼将退婚之辱, 百倍千倍还给云兰宗, 而不是像我这般唯为懦懦, 只能躲在书院里说吧, 同仇敌凯般翻过一夜, 等到了傍晚, 几个同事社友进了宿舍, 一见白衣书生躺在床上, 不由的惊奇不已, 秦兄, 你竟然逃课了, 还真是大姑娘出嫁, 头一回, 稀奇, 逃的还是夜罗沙木教席的课, 厉害, 嗨嗨, 秦兄, 木教席准备喊你爹娘过来了, 你要不去找他求情, 求什么情, 走, 去喝花酒, 沙水县的花楼又重新开业了, 可憋死我了,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白衣书生随口回了一句, 继续沉浸在看书的世界里, 走吧走吧, 秦兄在温书, 我们别打扰他见词, 一众社友勾肩搭背离去, 夜色渐深, 白衣书生起身, 坐在烛火之下, 继续挑灯夜读,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生鸣鸣打破黎鸣, 天亮了, 去早恋, 书生抬起头, 神色疲惫, 血色的双眼, 但低头看看还有几十页没看完, 他咬咬牙, 直接没手聘读, 等过了早恋, 书院响起当当当的钟鸣, 书生猛的抬头, 惊呼一声, 糟了, 上课, 随即抓起手里的书, 冲出宿舍, 一路狂冲到教室, 直接入座, 也懒得离旁人一样的目光, 探开小说, 继续一夜一夜细细看下去, 两耳不纹身外事, 突然四周静了下来, 无比的安静, 仿佛天地间所有声音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以斯维亚从头顶降临下来, 如同猛虎在身后窥视, 让人毛骨悚然, 心生嗨疑, 书生猛的抬头, 发现前边的同学都转头望着他, 脸上都是一副你死定了的神色, 咔咔咔, 书生如生锈机械一般转过头, 一眼便看到冷面带上, 宛如西罗叶罗沙般凶乐的木叫喜, 木叫喜眼镜下双眸没有一点感情, 手中的戒指轻轻上下晃动, 然后他伸出一只粗糙大手, 放到书生面前, 书生浑身一抖, 抿着嘴唇, 无比僵硬的僵, 手中小说合起, 放在那一只大手上, 伸出手, 木叫喜疏走小说, 冷冷吐出三个字, 书生乖乖伸出双手, 啪啪啪啪, 清脆声音响起, 戒指毫不留情地打下来, 掌心瞬间多了几道红衣, 书生疼得刺嘴裂牙, 但不敢吭一声, 去外边顶水桶, 站一个时辰, 掉了再加三个时辰, 木叫喜打完, 冷冰冰土道, 是, 书生满眼不甘地看了一眼被收走的小说, 离桌走到教室之外, 抓起一个五十斤中的水桶, 站稳马步顶在头上, 这一顶就是一个时辰, 期间他收进书院同学的一样目光, 但他浑然没有在意, 等时间一到, 立刻冲出书院, 直奔若水书局, 三天之后, 木叫喜坐在书桌后, 望着桌上收来的一堆豆粕苍穹, 眉头紧皱, 这时不远处一个叫喜叹了一声, 道, 这本肉身净修炼, 实用技巧编的实在太好了, 陆大人真是大圣人, 这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功练, 人人如龙啊, 另一个叫喜大为赞同, 钦佩, 哼, 然而陆大人的书局还出小说, 让书生玩物丧志, 荒废学业, 木叫喜冷哼一声, 猛的拍拽而起, 一个叫喜立刻出声笑着反驳, 木叫喜, 区区一文小说而已, 又能影响多少, 再说, 这小说也挺好看的, 此话一出, 不少叫喜立刻出声附和, 是啊是啊, 我昨天都还看了, 一伙设定不错, 老夫觉得也还行, 书中主角奋发向上, 纵使天才变废才, 也从未放弃, 那一句, 木叫喜见此, 低头看了一眼身旁堆的老高的书册, 眉头直皱, 书生恋武强身, 学习知识, 做人道理才是正道, 这小说让书生沉迷, 简直邪魔外道, 不过真有那么好看, 迟疑之间, 他伸出手, 抓起一本书看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木叫喜放下书, 冷哼一声, 无聊, 说吧, 他起身去上课, 等他一站上教台, 目光一扫, 便见到不少书生眼圈黑黑, 将书院教材竖起, 挡着, 暗地里不知在看什么东西, 罗承, 你把教材放下, 木叫喜冷冰冰道, 被点到明的罗承神色一将, 将挡着的教材放下, 哼, 肉身八镜未成, 还有心思看小说, 木叫喜双眼一眯, 便看清桌上正是 若水书局出的斗魄苍穹, 违言道, 将小说交上来吧, 自己去外边顶水桶, 两个时辰罗承闻言, 脸色青红之色闪烁, 猛地一拍桌子, 怒吓一声, 待, 木叫喜, 你莫小看我,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我将来定会成为 飞天境高手, 你也配默契少年穷, 话还没说完, 木叫喜不屑冷哼, 手一甩, 一直探笔飞来, 精准无比地点在罗承眉心, 啊, 罗承惨叫一声, 顿时甚至后仰倒下, 撞到书桌若干, 但他立刻捂着额头, 满面怒气的站了起来, 无比气愤, 似乎要发飙, 哼, 罗承你贪财好色, 玩世不恭, 凶无点磨, 得成就分毫则沾沾自喜, 运途剪色则心灰意冷, 无高屋见灵之目, 少持之以恒之心, 练武更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这时木叫喜冷哼一声, 弄而训斥, 等你出了书院, 也是一个尚无王侯之志向, 中无养家之才, 下无立身之术的废人, 只能苟延残喘于盛世, 碌碌封尘于人间, 空渡悠悠岁月, 玩味惨淡人生, 空气被乳浪费, 粮食贝尔报天, 就这样, 你也配默契少年穷, 此话一出, 罗承脸色一僵, 再也反驳不得, 那硝烟纵使天才坠落, 仍不甘心, 每日苦练, 你有他这份恒心, 毅力, 就这样, 你还敢说默契少年穷, 还想成为非天境高手, 木叫喜声音冰冷, 响车堂中, 罗承被说得羞愧得低下头, 不敢作声, 还有你们, 将手里的小说都给我交出来, 木叫喜冷目一扫, 冷声喝道, 顿时一众书生兴兴起身, 将藏着的小说上交到教台, 哼, 你们简直是我带过的最差一届, 都给我写检讨, 木叫喜冷声说完, 抱起小说, 直接走出教室, 一众书生你看我, 我看你, 只能乖乖坐下, 拿起狼嚎开始奋地集输, 此时, 遥远的京城, 朱强金瓦, 高若天壁, 锁住悠悠深宫, 这就是玄京, 大玄王朝的帝都, 照玄机主宰亿万生灵的所在, 明月当空, 月光洒落在这座巍峨, 雄伟, 富丽堂皇的皇宫中, 硬得宛如天上宫阙一般, 在太原殿, 玉书房门前, 只有两个肉身三镜的小太监伺候着, 殿内是天下唯一的武圣, 大玄皇帝, 赵玄机, 突然之间,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落在玉书房之外, 显露出一个威武高大的金甲僵尸, 两个小太监谋中闪过一丝惊讶, 居然能让飞天晋高手无视内宫禁飞铁律, 直接飞进来, 莫非是三千里加急的密宝, 听陛下, 青州青阳郡镇府司总捕头立封三千里加急密宝, 金甲将士弯身一败, 将一封金漆密封的信报举过头顶, 呼, 玉书房大门打开, 一道清风卷出来, 直接将他手上的密宝卷入玉书房, 以118章照玄机, 玉书房中, 一盏琉璃宫灯垂下, 里边镶嵌着十几个大入末盘的夜明珠,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让房中亮如白昼, 让人惊讶的是, 这玉书房布置很是朴素淡雅, 少见玉石金银, 只有寥寥几幅字画, 还有几个花瓶, 在书桌之后, 坐着一个身穿明黄龙袍, 白玉竖发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骨子方脸, 脸如白玉, 正拿着一只狼嚎批乐奏折, 举手投足之剑, 散发出一股镇压日月, 掌握天下的强大气势, 此人便是横扫天下六合, 脚踏山河乾坤的大玄第一人, 吴胜赵玄济在书桌前边, 放着几张椅子, 上边坐着一个双柄微微斑白的青瘦老者, 老者身穿七临紫袍, 盒下三寸短须, 浑身透着儒雅气质, 细看此人面容, 脸色红润, 一心能看到年轻时的英俊模样, 只不过他此时却在打瞌睡, 头一点一点的, 仿若在钓鱼, 让人看到估计会大跌眼镜, 居然敢有人如此胆大, 敢蔑视陛下, 在殿前示意, 秋雨, 这密报你先看吧, 赵玄机突然开口, 声音雄魂有力, 仿佛要偷到人的骨头, 神魂里, 让人感觉到一股强大浩瀚的威严, 心声敬畏, 微臣不敢闻声, 青瘦老者猛的抬头睁眼, 拱手恭敬一败, 原来此人便是大玄左宰相, 苏秋雨, 他能陪赵玄机到深夜, 可见君臣之间深厚情义, 有何不敢的, 当年是朕派你去打优当宰相, 让你数次历经生死, 要不是你才知过人, 朕恐怕见不到你了, 你为朕赴汤蹈火, 浪费了你这绝世练武资质, 以致你还没修炼到法相静, 这区区密报有什么不能看的, 赵玄机笑了笑, 到处一个惊人蜜心, 苏秋雨文言, 倾笑一声, 那微臣就不客气了说吧, 上前一步, 拿起桌上的密报, 展开便浏览起来, 看完之后, 眉头微皱, 怎么, 李峰是遇到困难了, 赵玄机抬头问道, 趁此他金龙剑, 让他坐镇青阳剧, 四季铲除原家,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问题倒没有, 只是一件喜事而已, 微臣恭喜陛下, 五经之中再可收录一门天界功法了, 苏秋雨拱手恭贺, 将奏折放到赵玄机面前, 赵玄机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目光异色而过, 经一道, 久缠不灭金身晋, 路前, 一个十八岁才突破钢气镜的少年, 竟炼成这门神功, 至于密报中提到的, 大忧于孽, 根本不值得关心, 陛下李峰敢以性命担保, 想来此事千真万确, 是不过, 苏秋雨欲言又止, 你是在担心这个路前是大忧于孽安排的卧底, 赵玄机瞬间猜到, 是的, 按理来说, 修炼天界功法至少得开二十五窍, 肉身打磨十年八年, 但这路前十八岁才突破钢气, 资质勉强还行, 但没几天竟直接修成酒缠不灭金身晋, 太过不可思议, 想来应该是有大忧于孽出手相助, 苏秋雨到处自己的猜测, 赵玄机点点头, 放下手中狼嚎, 目光闪过是人精芒, 当年朕杀入大忧皇宫, 玉大忧四大护国长老拦路, 一番厮杀, 终于将他们避于场下, 最让朕印象深刻的便是九缠不灭金身晋, 金刚不坏, 神力无穷, 确实是当时一等一的神功, 这神功八百年就四个人修成, 微臣不相信一个十八岁才突破钢气的少年能够练成, 这里边定有蹊跷苏秋雨皱眉道, 你说的也对, 那朕就派个人去看看吧, 不过十七皇子这时, 说到这, 赵玄机顿了一顿, 苏秋雨莫不作声, 身为人妇, 却喊自己儿子的皇后, 可见父子亲情之淡薄, 罢了, 李峰敢为他这个手下一命像宝, 朕不能含了他的心, 秋雨, 你说该上这个路前什么? 赵玄机放下作折, 随口问道, 若是按密报所说, 路前此子, 隐忍三年, 将谢安平三人一网打尽, 还抓住了一个大忧于孽, 以后奉上酒缠不灭金身进镇门神宫, 可赏万两黄金, 风最低等的男爵之位, 已是黄奔苏秋雨真哲之后, 微微弯腰百刀, 太少了照玄机摇摇头, 如此少年, 聪明机智, 还有几分手段, 是个人才, 朕就赏他一箭飞于豆腐吧, 陛下还是那般大气, 苏秋雨微笑着拱拱手, 人才难得啊, 最重要的是, 李峰将他视为心腹, 将来铲除原家, 这个路前应该也能出几分力, 赵玄机笑道, 原家操纵梁家, 囤积居其, 死不足惜, 只不过, 长公主那边或许会有怨言, 苏秋雨提醒了一句, 真这个女儿其他都好, 就是看男人的眼光太差, 照玄机摇摇头, 突然转头望向角落空处, 你们几个谁想去青州一趟, 陛下, 我去把伴随着一片银色雷光闪耀, 一个戴着黑色面纱的风雨女子浮现出来, 欠身行礼道, 我待在这玄境二十年, 也没出去散过心, 还请陛下安准声音轻柔, 伴随着滋滋滋的强大电流, 扩散四方, 赫然是一个法向外景境的强者, 也行, 若是发现那路前有一心, 直接斩杀了吧, 然后将李峰带来剑阵照玄机点点头, 直起狼好, 下一刻, 落笔如九天星河轰然冲下, 一笔一画, 竟是五上五计, 整片空间都微微扭曲, 荡漾, 编刻之后, 圣旨写好, 带上玉印, 微臣尊致风雨女子接过圣旨, 走出玉书房, 很快, 他便在宝库领了一件飞鱼豆腐, 还有一打金票, 伴随着一阵低沉雷鸣哄响, 整个人化作一道银色雷光, 冲销而起, 几乎在同一时间, 青州王府, 来远, 大厅之中, 一个身穿金缕云衣, 风韵有存的贵妇人正坐在主位上, 目光冰冷, 嘴唇紧敏, 颇显凌厉刻薄, 在她的身旁, 站着一个两眼无神, 身穿银衣的老摩摩, 这时照理走进来, 向贵妇人拱手一拜, 孩儿见过娘亲, 贵妇人也就是青州王妃, 目光悠悠地盯着儿子的光头, 冷声道, 听说你替原家去捞人, 人没捞到, 还显现没了命, 最后去方家提亲, 还被人当面拒绝, 照理浑身微微一斗, 阴质着脸, 拱手一拜, 是的, 哼, 废物, 王妃目闪冷光, 猛地将桌上的奏折甩在照理脸上, 这就是你惹出来的, 现在这个奏折传遍青州府, 估计已经有人上密报, 传入京中, 你想想怎么处理吧, 真当你爹只有你这个儿子, 啪, 赵黎一动不动, 任由坐着打脸, 随后跪下拜道, 孩子只是没想到区区一个八瓶捕头, 净胆大包天, 不将孩儿子青州王世子放在眼里, 请娘亲帮我, 不争气的东西, 要不是你是我唯一一个儿子, 我早就将你打成残废, 青州王妃冷斥一声, 目光冰寒, 放心吧, 那个陆前蹦大不了多久, 我已经传下调令, 赏他黄金千两, 再升他的官, 调他来青州王府, 至于这推恩令, 放心, 陛下不会恩准的, 也不会对你爹生出猜忌之心, 可那陆前有李峰称要, 赵黎抬头皱眉道, 李峰, 他拦不住的, 这是你爹的命令, 调那个陆前来给你爹当四品贴身护卫, 你明白了, 青州王妃冷冰冰道, 显然他是直接用青州王大印发的调令, 还是明白了, 还是谢过娘亲, 赵黎瞬间神思大喜, 目的闪过一抹争名杀意, 等陆前调了青州王府, 还不是任由他拿捏揉错, 纵使明面上动不了手, 但折腾刁难之下, 那陆前还能安心修炼不成, 陆前要废了, 他就等着在青州王府蹉跎一声吧, 第119章平平无奇路大人, 这时海面之上狂风呼呼, 高大百丈的巨浪汹涌向前, 冲向海岸悬崖, 瞪眼一看, 陆前竟被裹挟在这滔天巨浪之中, 双眼紧闭, 哄, 一声震天巨响, 惊涛拍案, 陆前随着潮浪狠狠撞到光滑的悬崖上, 直接撞出一个人形大洞, 镶嵌在坚硬岩石里边, 感觉怎么样, 索席从天上降落下来, 面露惊叹之色, 这么疯狂的练功办法, 他还真是第一次见, 不过既然是陆前要求的, 他自然答应, 陆前拔出身体, 顾不得胸口伤的疼痛, 照出系统一看, 双目一亮, 修炼星和破纲拳需要的侠义值降了两点, 还真有效, 正面对抗巨浪, 还不如化身巨浪, 与巨浪融为一体, 感悟那一股滚滚向前, 冲刷碾压一切的强大力量, 天地一致, 这是他昨晚默写斗破苍穹第二侧的时候突然想到的, 再来, 陆前抖了抖身上碎石, 目露疯狂之色, 左席心中暗暗惊叹, 提起陆前, 飞到十里之外的海面上, 直接扔了下去, 随后一记惊涛掌, 排起百丈巨浪, 轰轰轰, 惊涛掌连连拍出, 巨浪层层跌跌, 越涌越高, 最后竟达到三百丈之高, 形成了恐怖的海啸, 巨风在海面升起, 天地只剩下震慑万物的巨大浪声, 路前就被这千丈海啸裹挟着, 以迅猛无比的速度, 再次狠狠撞向海边悬崖, 三天之后, 海岸悬崖上是一个个人形大洞, 突然一个人形大洞滚落出快快碎石, 一个人竟从大洞之中掉落出来, 直直坠落下去, 狠狠砸到尖力尖硬的海边上, 几下反弹, 终于掉进海中, 仿如一条尸体一般, 嘖, 这小子不会被拍晕了吧, 刚才是有点过分了, 竟弄出千丈高的巨浪, 也不知道这小子肉身扛没扛住, 坐席从天而降, 刷的一下将人捞起, 放到岸边沙滩, 挖的一下, 路前睁开眼, 吐出一口带血的新咸海水, 摸摸胸口, 隐隐作痛, 掌门, 不用这么狠吧, 你是要弄死我吗, 路前躺尸一般, 喘着粗气, 任由侧眼阳光投射下来, 浑身生出一丝暖意, 这是你小子要求的, 老夫只是照做而已, 左席副手抬头望天, 一脸是不关己的表情, 我看你就是想搞我, 小心我向英洛他们高壮, 告你虐待我, 路前终于缓过进来, 浑身恢复一丝刚气, 没好气的说道, 左席一听, 脸上立刻浮现出紧张之色, 哎, 路前你还要不要脸, 这么大个人还向小孩告状, 苏英洛可是他的三个宝贝徒弟, 完全是当孙子孙女来看的, 万一路前真告状, 苏英洛他们三个估计会几天不理他呢, 算了路前也懒得理他, 直接招出系统, 宿主, 路前, 境界, 刚气静, 二十五桥, 名声, 声名却起, 狭义直, 三十, 当前任务, 追捕极道狂途见十三, 剩余时间, 一百零二个时辰, 完成任务奖励七十二点狭义直, 拳法, 星河破纲拳, 底阶, 第二层, 可花费二十九点狭义直, 提升当前境界, 刷, 路前猛的坐起来, 忍不住面露喜色, 在海里练了那么多天, 他整个人都要烟成一条咸鱼, 现在终于将狭义直消耗降到二十九点, 也就是说他现在随手一点, 就能突破星河破纲拳第三层, 练出拳意, 路前眼珠转动, 忍住心中欣喜, 猛的站起身, 掌门, 给我一颗丹药, 我们继续, 真的还要继续, 所席面露优色, 练武一松一紧, 果有不急, 你这样拼命练武, 恐怕会使得其反, 迟迟练不出拳意, 放心, 我已经摸到拳意的大门了, 过不了几日, 我就能凝出拳意, 路前面露兴奋之色, 斩钉截铁道, 此话当真, 所席面露一色, 显然是不相信, 以他的资质, 当年都得花上三个月, 才凝出拳意, 路前居然十天半个月不到, 就能凝出拳意, 来吧, 我会给你惊喜的, 路前运转神弓, 破极带道, 好, 见此, 左席也不阻拦, 给了路前一颗疗伤弹药, 等钢气恢复的差不多, 他抓起路前, 再次飞射出去, 将路前扔进海中, 大掌拍出, 惊涛骇浪再起, 路前再一次次随着巨浪冲向海边悬崖, 纵使满身伤痕, 仍没有停下, 那一股疯狂很近, 连左席也不禁微微惊叹, 两个时辰之后, 残阳半边沉入天海一线, 天际一片火彩虹峡, 绚丽无比, 拖起一壶弯月, 一片滔天巨浪, 席卷如潮, 朝着延绵海岸险汹涌冲去, 浩浩荡荡荡, 仿佛要将整片海岸都冲掉, 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左席似乎感应到什么, 瞳孔一缩, 目光投射在海浪之中稳稳站立的那道挺拔如枪的身影, 路前睁眼了, 狭一指不再下降, 停经已到, 现在, 只需要十点狭一指就能提升拳法境界, 系统提升拳法境界, 路前心中冷道一声, 爽, 十点狭一指扣掉, 路前只觉得全身血液, 精神意志, 灵魂力量, 都在这一刻无限放大, 最终与奔腾的巨浪融为一体, 此时此刻他就是滔天巨浪, 无银星河浩浩荡荡, 宁我全意, 无可疲荡, 路前双眼暴征, 猛喝一声, 全身刚气在这一瞬间汹涌极具, 宛若百川归海一般, 冲到他的拳头之上, 没有半刻迟疑, 他一拳打出,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滔天的巨浪之中, 一只巨大如山的海事拳头凝结成形, 仿佛是顶天立地水巨人打出一般, 斜着一种打爆, 摧毁, 破灭万物的气势, 狠狠打在海边悬崖上, 全意, 左席双眼瞪大, 震惊当场, 哄, 一声惊天乍响, 坚硬无比的悬崖被一拳轰爆, 整座山头仿佛被十几颗霹雷火弹轰撞, 直接被炸开, 击射出漫天巨型石块, 随即惊涛拍案, 卷起数十丈高的粗大水柱, 将落下的石块轰射上天, 哗啦啦哗啦啦, 等水柱落下, 石块坠落如海, 白花花的漩涡浪花之间, 路前浮出水面, 面露腥味喜色, 他终于练出拳意, 拳法, 星河破纲拳, 底阶, 第三层, 拳意, 可花费一千二百点侠义之, 提升当前境界, 坐席刷的一下, 飞驰而过, 将它踢出水面, 降落到沙滩上, 泽泽, 你居然真的凝练出拳意,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你凝练拳意没有瓶颈, 左席上下打量周路前, 仿佛看着怪胎一般, 又是惊叹, 又是好奇, 因为我是天才, 路前哈哈一笑, 眉目飞扬, 意气风发, 这次无拘, 他还拿不到前三, 他就把自己给切了, 进宫当太监, 泽, 看你得意的, 走吧, 你宁出拳意, 我们该回去了, 天天在海里打鱼, 你真当老夫是海王吗, 左席摇头轻笑, 抓起路前便飞天离去, 回到镇府寺, 路前还没来得及大摆宴席, 庆贺一番, 一道蓝光刷的一下出现在眼前, 赫然是李峰, 这次麻烦了, 青州王一道调令传到郡守府, 要将你调到青州王府, 给青州王当铁身护卫, 李峰神色凝重道, 嗯, 是赵里搞的鬼, 他想鸣声暗将, 把我困在青州王府, 路前目光瞬间锐立起来, 浑身散发出一股洪流般的惊人气势, 李峰瞬间感觉到, 瞪大眼睛, 失声惊叫, 路前, 你凝出拳意了, 花音刚落, 一道香风吹来, 蓝鸡仙子出现在路前身旁, 眉眸瞪大, 难道, 居然真的是拳意, 你这小子是神仙, 还是妖怪, 他们可都是知道, 路前刚修成天阶神功不久, 然而, 每隔十天, 这就修成全意了, 骗人的吧, 路前见此, 浑身气势一收, 若无其事的挥了挥手,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 平平无奇的少年, 也就比天才厉害个百八十倍而已, 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事情李峰, 拦击仙子, 左席, 这货真的厚脸皮, 第120章看谁笑到最后, 玩笑过后, 众人入厅坐下, 李峰坐在轴位, 神色颇为凝重, 此事有点棘手, 这是青州王的调令, 直接从八瓶生四瓶, 我也拦不住此话已出, 坐在左上守的拦机仙子柳梅一簇, 路前被调走, 他和神子双还得留在沙水县, 问题是, 新来的镇斧司捕头会跟路前一样吗? 路前虽说不要脸, 但姑且还算是个好人, 起码找了一个雪云舟的厨子过来, 给他们煮好吃的, 这时, 坐在右上守的路前冷声道, 我不能走, 我一走, 沙水县的铁路, 数据都得垮掉, 最重要的是, 去了青州王府, 那就是龙困浅滩, 虎落平阳, 绝对会被玩死, 李峰目光锐利如鹰, 哼, 青州王还没出关, 这赏赐调令就发过来, 一定是青州王妃在给他儿子出气, 放心吧, 那道调令我让人压在郡守府, 起码能压三天, 三天, 够了, 路前双目一亮, 想到一个办法, 李峰, 拦击仙子, 左席立刻投来好奇目光, 我要装病, 路前嘴角勾起, 冷冷一笑, 任他调令大如天, 我往床上一趟, 谁也别想让我出备我一部文言, 李峰三人哑然失笑, 这确实不实为一个绝佳办法, 就是有点无赖, 左席点头笑道, 老夫这有一颗独门丹药, 吃了全身发黄, 如同生了怪病, 等下便给你路前顿喜, 好, 左席做全套, 不过, 李峰突然想到什么, 青州王世子绝不会善罢甘休, 他一定会找人过来给你看病, 到时候你是假兵, 他就说你故意戏耍青州王, 要责罚你, 你要是真病, 他估计会下令免了你的捕头之位, 带你去青州王府治病疗伤, 这拖的一时, 拖不了一世, 众人神色一领, 眉头皆是紧皱起来, 哼, 突然, 路前冷哼一声, 若是赵黎硬是要调走我, 那我就让人弄一个万民叙书, 万民叙书, 李峰三人齐齐惊疑一声, 侧目而视, 路前点点头, 神色冷酷道, 没错, 我一调走, 沙水线的铁路肯定休不了, 讲武堂也没了, 另外, 我在让人散发谣言, 就说新来的镇腐寺不投, 会收重税, 引起百姓恐慌, 这时候万民血书一出, 递到郡里镇腐寺, 再找些几千人半路拦路, 我看赵黎敢不敢引起民变, 李峰, 拦击仙子, 左席皆是瞳孔一缩, 面面相取无言, 他们算是知道胆大包天四个字是怎么写的了, 嗨, 路前, 你这计谋是不是有点太过剑走偏锋, 李峰倾咳一声, 敏着嘴唇问道, 路前摇头道, 压得住青州王命令的, 只有圣旨, 民意, 现在圣旨没有, 那么只剩下民意了, 李峰三人一听, 微微一愣, 却没有找到理由反驳, 行, 那就这样来吧, 有什么事我保你, 李峰猛的站起, 神色坚定狠利, 赵黎, 洞泥, 就是打我李峰的脸, 我现在回去抓他的痛脚,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劳烦大人了, 路前起身, 肃然拱手一败, 嗯, 你是我的左膀幽臂, 我又怎么会坐视不理, 放心吧, 李峰点头一笑, 转身一冲出去, 化作一团蓝光冲销而起, 左席起身道, 我回去找找, 把丹药拿来给你, 多谢掌门路前再一拱手败谢, 你怎么说也是我的半个徒弟, 徒弟有难, 老夫这座师傅的难道还能修手旁观, 左席微微一笑, 一步踏出, 人已经到了海角天涯, 不见踪影, 那我回去了, 希望你平安度过此劫, 蓝鸡仙子深深看了路前一眼, 柔声道, 前辈请放心, 区区一点麻烦而已, 不足挂齿路前微微一摆手, 给人强大的自信, 等人走后, 他神色一冷, 立刻招来孙黑, 曹敦, 周十一, 周十二, 周十三等人, 我得罪了青州王世子, 赵黎, 他已经下了调令, 调我去青州王府, 给青州王当贴身护卫, 陆前站在厅中, 目光悠悠道, 什么, 孙黑等人文言浑身皆是一阵, 面露惊涩, 陆大人被调走, 他们去哪找这么好的上司, 大人, 敢问有何吩咐, 属下赴汤蹈火, 竭尽全力, 也一定会为大人办好, 孙黑沉着脸, 苏然拱手问道, 路前满一点点头, 很好, 孙黑, 你暗中串联一帮信的过手下, 帮我弄一张万民血书, 万民血书, 属下明白了, 孙黑微微愣了一下, 当场领命离去, 曹敦, 你却散步晓得消息, 就说陆大人可能会被调走, 讲武堂, 书局, 铁路都可能不办了, 还有, 就说新来的镇斧司捕头会收重税, 尤其是对刚刚入户沙水三线的商户, 尽量弄得人心惶惶, 路前冷道, 属下领命, 定不负所拓, 曹敦一拱手, 干脆利落地转身, 走出大厅, 路前又吩咐道, 周十一, 周十二, 周十三, 你们巡逻的时候, 也散步谣言, 说新来的镇斧司捕头会猜减不快, 日后夜里不再有人巡逻, 护佑百姓平安, 属下遵命, 周十一三人齐齐拱手, 转身去巡逻, 是在人为, 这次不闹个天翻地覆, 赵黎还真以为我路前任他拿捏, 等人走了, 路前冷哼一声, 转身回院, 直接躺下睡觉, 三日之后, 调令真的从军里传到沙水县县压, 在调令到的那一瞬间, 路前就病了, 躺在床上, 病得不能起床, 围在镇斧司门口的百姓一听, 瞬间炸窝, 居然真的要调走路大人, 讲武堂启示开不了了, 肉身竟是用修炼技巧下策还没出呢, 没有斗破苍穹看我要死了, 路大人, 求求你写完再走, 惨了惨了, 听说新来的镇斧司捕头要对我们这些商人收重税, 还要裁掉不少捕快, 夜里没人巡逻, 哎, 估计铁路也没了, 一众百姓惊慌不已, 还生叹气, 脸上神色都很是沉重, 路大人可是一个大好人啊, 他这一走, 沙水, 飞云, 河园三县的百姓就难过了, 消息传开之后, 县里一片愁云惨淡, 当日下午, 一排豪华马车驶入城中, 马车前头都选着紫龙玉牌, 赫然是青州王府的人, 百姓纷纷跟过去, 见马车在镇斧司门口停下, 走下了一个光头, 这人正是赵黎, 赵黎面带笑意, 向守门的孙黑拱手道, 劳烦禀报路大人, 在下特意过来请陆大人前往青州王府说话的态度, 和颜悦色, 给人一种礼贤下士的感觉, 孙黑上前一步, 微微一拱手, 神色淡默道, 回世子的话, 陆大人生了怪病, 现在卧床不起, 谁也不见, 怕传染给别人, 又会病得那么凑巧, 赵黎微微一条眉, 转身诉道, 快, 速回青州王府, 请府上最好的神医过来, 微路大人看病, 是, 白面无须老者冷笑一声, 轰得一下冲天而起, 随后, 赵黎笑道, 请放心, 王府的神医医术高明, 不管是什么一难杂症, 都能治好, 那么, 本狮子就在隔壁县崖住下, 等神医过来说完之后, 他一挥手, 庞大的车队进了旁边县衙, 孙黑冷冷看着他离去, 转身进了镇抚司密室, 禀报陆浅, 哼, 这家伙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行, 我就陪他玩玩, 那东西准备好了吗, 陆浅盘坐在床上, 神色冰冷道, 大人, 准备好了, 孙黑掏出一大卷白布, 展开一截, 上边是一个个鲜血写成的名字, 乍眼一看, 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好, 明天好戏正式开场, 路前接过白布, 目光似乎看穿墙壁, 看到隔壁县衙一脸得意冷笑的照理, 随即他招出系统, 点开天下时军, 上边多了一个黄色感叹号, 晶晶一触碰, 弹出一个黑色人形轮廓, 旁边配的文字是, 一来就看到一场好戏, 有趣有趣, 这次诸公来清阳俊, 似乎来对了宫里来人了, 这次看谁笑的最后, 这次看谁笑的最后, 我笑的最后, 贊帘